哎 这把可以选姜王博士 那肯定是要放姜王博士的呀 姜王博士 冲啊 你之前受过的耻辱都可以在这一关找回来 其他人通通不许出手 看我姜王博士的 难怪这一关叫起飞大战 这不直接起飞了吗 这次我朋友还是比较给力的 搞个姜王还是允许我放的 不像之前的那两位哥们 搞个姜王又不许我放 哭哭嗦嗦的 搞得观众大老爷们看的都不爽 谢谢你送姜王博士到我的身边 不是下来了 快赌球 把他们全部压扁 啊 我的姜王 朋友 你爷爷的奶奶的爷爷 你这是放了多少个土豆雷在后面啊 你这是给了我一张姜王体验卡呀 不带这么玩的呀 刚才我还在夸你来着 你就是这样细耍猪哥的啊 那现在咱们还有699阳光好像也过不去了呀 哥们儿 细耍笨猪是吧 待会儿我便让你血剑当场 千万别让我找到过关的方法 开局呢 它是9999阳光 这个姜王 我是答应屏幕前的兄弟们 一定得选 看看能不能依靠运气 啊 不是 这次怎么只剩4949了 我说还依靠运气让阳光多剩一点让我们过关是吧 没事 我路有一个巷子鬼 咱们可以放小鬼 肯定是吃不了了 咱们放一个铁桶吧 现在咱们就可以放姜王博士了 但这个姜王博士只能下来放几个普姜 路障 这也没什么作用啊 是吧 哎 兄弟们 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把这后面的土豆雷给干掉呢 这样他就炸不是我们姜王了 这把不算啊 姜王博士肯定是要选的 能压到后面土豆雷的那肯定车呀 对吧 两个车都选上 然后五王 辣椒这些都是可以炸到的呀 来吧 可算是找到方法了 除非他后面的土豆雷非常的多 那我就没办法了 那我只能说朋友 你不递的 直接放一个车压掉 啊 这车怎么只能压一个土豆雷啊 这压一个土豆雷也起不了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啊 咱们还有5300 姜王需要5000 相当于咱们还有300多阳光 胆小姑可以获得阳光 直接放一个小鬼 现在还是300多 这胆小姑给了相当于没给呀 那咱们如果用辣椒去炸的话 辣椒需要250 这250的辣椒还不一定炸的了啊 四路的伤害是最少的 看看行不行 还有七十几 直接放姜王 不行啊 这怎么这么多猫尾草呢 我劝 那这不又白给了吗 来吧 第三把了 这把呢咱们有6000阳光 这样吧 咱们直接放最便宜的雪橇 对吧 一个雪橇100阳光 咱们能放10个 10个都用来炸土豆雷 相当于 灭掉了10个土豆雷 如果你后面的土豆雷是上百个上千个 那我只能说 你爷爷的奶奶的爷爷了 来吧 直接放到剩余5000 咱们就放姜王博士啊 来5049可以放姜王博士了 生死就在这一波了 毕竟也是第3把了 我们看一下姜王博士的血量啊 6万血 来了 姜王博士下来了 不要炸死我 炸死我的话我就真没办法了 哎 还剩16800 兄弟们 哇 只要姜王博士不死 那就是有希望的 看来后面的土豆雷是刚好可以炸死姜王博士的 只要咱们灭掉几个 姜王博士就不会死 但是呢 姜王博士的血量也不能剩得太低 毕竟场上还有植物嘛 没事 这1万多血应该是够了 这个车漂亮 这个姜王博士玩的好啊 兄弟们 会玩 现在呢 咱们还有1万1的血 场上的植物呢 差不多就是第5路了 第5路这点输出总不可能打我1万多血吧 所以这一关避过 姜王博士又下来了 姜王博士直接吐球第5路把他们的希望全部消灭 回去了 还剩9200血 打了我们2000血吧 没什么关系 来 表演个车吧 姜王博士 哟 我就说的姜王博士会玩嘛 机枪射手的伤害最高 他就偷机枪射手 那现在植物 拿什么和我玩 来吧 场上已经没有植物了 直接放小鬼过关 这把 舒服了 痛快 傻话吧 小鬼 钮转给你 小鬼 钮转给你 小鬼 钮转给你